欢迎收看广传物频道 好,来到2024年11月24日 我和大家支持广传媒广传论节目 刚才大家看到的见识就是温哥华的港口 这个港口也是一个水上飞机场的一个叫做水上飞机场 就是温哥华市中心旁边 今天后来我和大家在温哥华市中心 和大家做11月24日的广传媒论 和大家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特朗普 他那个任内将会有什么重大的建设 要努力达成呢 从他的竞选期间,他的言论 以至到一般评论界的估计 我自己总结了四座大山 有四座大山特朗普将要搬走的 第二件事和大家交代或者讲一下 过去这个星期,就是由星期一到星期五 何良茂和袁公怡先生在北美三个城市 其实那时候都是四个城市连走的一些概况 跟大家讲一下发生什么事 刚刚就有天空有个飞机飞过 大家忍受一下,这个地方是近机场的 下次我要找一个深山里面和大家做 可以避开这些这样的飞机干扰声 先讲特朗普四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就是当然评论界就估计 特朗普任来,因为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任期了 第一次任期是2016到2020年 今次任期就是2025到2028年 他将会交出一个特朗普特色的历史美名 就是会留下这个历史美名 一般都是这样估计 这个美名就是估计他会在任内瓦解中共政权 这个瓦解是看大家怎样去看 是中共政权崩溃啊 是中共政权改朝换代啊 还是中共已经不能够再有效在中国大陆执政 看你怎样去诠释这个所谓的瓦解 但是特朗普肯定就要在任内打残中共 因为他上一次任期 2016到2020年 刚刚他到2020年总统竞选 那一年就出现了疫情最高峰期在美国 这个疫情也估计令到特朗普 因为中共的武汉病毒使得他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令到他无法连任因为要分心去抗疫 他第一座大山要移走的就是中共这座大山 第二座大山就是一千万的非法移民 记住非法移民就是I.I. illegal immigrants 这个I.I.就是特朗普已经在建设期间一定要大规模 要将他们驱逐出境 或者是送来美国 说是一千万有些是千几万 那怎样送呢就是特朗普考他的智慧了 怎样在全美国不同的地方将这些I.I. 就是非法入军者 其实都不是移民 他真的完全是 就是碰行碰过走进来 或者是叫做未得去学 没有任何合法的证件 也都没有尋任何合法的途径 就是移民都已经追进美国 那么这个移民要搬走 这座第二座第三座大山 第三座大山就是在军队里面的那些觉醒分子 所谓那些wokeness 中了wokeness毒的一些觉醒分子 包括那些高级军官和军事将领 以至到一般士兵 凡是这些游戏的 游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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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看来就是 但是都不用对方怎么浪败弹药 已经这些叫做觉醒军 觉醒军队的成员都应该不用 就应该顶不住这些敌人的攻势了 这个第三座大山 就是清除军队里面的觉醒文化 那么第四座大山就是民主党的精英 包括建制派高层和前政府高官 这些民主党就是可以说俗称叫深层政府 或者对于特朗普这个保守理念 或者美国传统价值是相抵触的 他们是属于一些所谓左翼去到极左的官员 今天包括就是阿玛西亚和印度裔这个VVIC 这个要进行政府效率部要清除的 就是所谓公务员和官员的系统 要清除这些过去我们叫做大政府下面的典型产物 就是要行公量直 这些做下来浪费很多纳税人的钱 但是呢就只是懂得加强管制 就不懂得放宽管制加强控制民众 甚至要搞政治正国搞过头 所以今年看来呢 就是一个月之后的圣诞节呢 这个Merry Christmas 将会重新 变成了大家无需顾忌的一个佳节的足土词 就不需要说Happy Seasons Happy Holidays 当然你说都无妨 但你就不要排斥Merry Christmas 这个就是觉醒文化 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大家就知道正常的常识性的东西 是应该继续流下去 那这四座大山呢 估计特朗普呢 就会努力去达成 尤其是他在前两年 2025年到2026年 在2026年下半年 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 特朗普可能要来例风行 做一些成绩出来 四座大山在四年里面要搬走 我估计他至少都要搬到 或者搬紧第一座第二座 中共那些当然不会 就是你一上任就自动收屁 那些可能要花时间久一点 反而那些军中的觉醒分子 和去将全国的非法驱逐出境 就会开始做的 那另外呢 就和大家讲一下 过去那个礼拜呢 可能和大家 就是关于香港议会 筹委会 就是在多伦多发表 自由香港宣言 跟着华府 也都开记者会 然后就去到三藩市 就跟当地的Hong Kong 真香港人呢 就是见面 那在多伦多的记招呢 就是在18号星期一 是举行 然后20号呢 就在华府 这个市中心里面的 全国记者会 National Press Club 那里呢 就举行 那又得到一些 甚至有西班牙裔 就是叫拉丁裔 Latino 的一些传媒 来采访 那也都有英语媒体 那在多伦多就是 华耀媒体就多些 那我们都将自由香港宣言 又发布给新闻界 也都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 在美国之音啊 在大纪元啊 在大纪元啊 等等的媒体呢 都会看到 也都有声音啊 有文字 那我们的自由香港宣言呢 主要都是五大一个重点 第一就是主权在民 Self Determination 要靠香港人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是要选举一人一票 那实行真普选 这个所谓 就是世界上最盛行的民主的形式 就是全民普选 第二呢就是要灭共 因为香港议会得以正常运作 順暢运作 不能够 就是和中共 就是以虎谋皮 只能够中共 退出了香港这个政治舞台 或者退出了甚至中共的 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 所以第二点就是灭共 接着我们要有一个民主选举 定期的民主选举 政权和平 转移权力的 接着我们要普世价值 也就是希望一个法治的社会 就是香港有法治的基础 那我们要恢復真正法治 现在的法治是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法治 包括现在的选举 香港的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 都是叫做人大政协花瓶式选举 那我们是不承认这种被阉割的 没有民主 没有真正民主成分选举 所以就趁着发布 这个自由香港宣言的机会 我们在多伦多在华府 就向全世界公布 接受传媒访问 那来到这个时间 我们在年底就会公布 到选举会组成和选举规则 以至到选举的日程 接着就是开放参选 接着就是政綱辩论 在网上进行的 去到2025年3月 就是举行全球 香港议会选举 全民参与 所有香港人 真正希望特朗普 这个四年任期一边 他可以将他未经的愿望 将他实现 香港人要将在2019年2020年 未经的五大诉求中的 双普选的立法机关选举 加以实现 既然特朗普都可以逆转性 经过很艰难的情况之下 都被官司前身 总之就想挽借他 将司法 将美国司法部武器化 特朗普都能够破茧而出 从入华工 香港人应该得到鼓舞 在这个形势之下 更加要展示香港人的实力 绝不屈服 是有组织 我们有信念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政治制度 何良某 就去叶华府之后 就跟文官先生 在星期四到三藩市 就跟当地支持香港抗争的朋友 有一个聚餐 会面 会面 在来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在加州和洛审基 都有声援 四十七人案的一个示威 婆良某也都知道 很关心 很多人关心四十七人案 香港议会筹委会 都发表了四十七人案的一个公开声明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上看到 今天的 港朝贸律 到这里 有点噪音了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大家按个like CLS 继续支持独立平台 广传媒更加要支持香港议会的选举 很多谢各位长期支持 更希望大家鼓足干净 继续发挥香港人精神 永不言敗 坚持要做对的事 也把事情做对 为香港人建设一个民主的基础建设 就是香港的自由普选 就是大家任重度远 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有什么要求 或者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留言区发表 多谢大家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过 请请